好 第一發題 請坐 敬禮 我們就成功了 我們今天真的很開心喔 我知道八月底 各位有沒有去參加過 在文化中心的一場桃墨流光藝術展 有沒有有去的請舉手 哇 很多耶 手放下 謝謝 那我們很幸運是因為今天 那一場展出的兩位藝術家都到場 一位是今天的主獎人蔡正聖蔡老師 一位是今天的羽談人 我們是兩位老師 我們可以給兩位主導 我們可以給兩位主導 不要強化 那在那場展展當中我們看到 我發現我會很感覺說 其實藝術創作 不一定要刻板出身 像蔡老師 像龍老師 其實他們都不是藝術本科 可是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 卻是走出不一樣的一片天 而且是非常令人耀眼跟驚艷的 那一天我們在分享的時候 其實蔡老師只能簡短的去談他的創作 但是真的讓我們感動的其實是 蔡老師在整個生命歷程 他也在創作他的生命 你一直看我幹嘛 你想插畫嗎 我眼下再想 很好 安靜 所以說我們今天很開心 就是說大家有這個音樂聚在一起 然後聽一聽藝術家 怎麼去經營自己的生命 怎麼去創作他的藝術 那在正式請蔡老師出場之前 請我們來看一段小影片 簡單的看一段小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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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的游覽過蔡老師的整個藝術生命 謝謝 沒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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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